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这里是黑衣侦探 首先先说一下最近老米悄咪咪的小改动 先是深海龙溪降低了喷吐技能的伤害 在角色元素能量不足时 原来应该是固定扣30%的能量和30%的血 无视护盾确实有点多了 修改后为30%的能量和20%的血 下调了10% 当然大世界里的还是乱杀 主要是新怪物按规律 以后都是要进深渊12层 跟大家过两招的 到时候安排个200万的血量 再规定个不同时打死就不算死的设定 类似以前风来人剑斗期谈里的 魔偶见鬼分身机制 岂不是难度爆炸 现在削一下也倒好 还有就是迪路克放大招时的表情缺失bug 应该也是修复了 要知道老黑刚开服务玩的时候 卢老爷开大时可都是笑咪咪的 但自从某个版本后 大概是1.2就变成死妈脸了 现在这是又改回来了 那接下来咱们再来看一下外网老哥 给目前原神内的所有角色 含部分NPC的最新人气排名吧 投票每天更新 现在已经是有一万多位玩家参与 你们猜猜人气第一的角色是谁 当当当当 竟然是熊 胡桃 胡桃主 都只能干居第二 不过人气前期的居然大部分都是男角色 除了胡桃 这点倒是出乎老黑意料了 以往国内的人气榜都是干居啊 雷神啊 克勤啊 排在前几位 不过就以游戏内的剧情来说 老黑斯认为 男性角色的塑造和刻画 普遍是要比女性要好一点的 比如钟离 温迪对比雷电影 前几名的人气确实是实至名归 接下来的雷神 排在第八位 神离在第九 干居在第十一 略逊于一斗 即将到来的八重神子 竟然比克师傅还低一点 不过散兵的人气是真的高 作为游戏里的反派 因了旅行者无数次 一见面就想动手 斩草除根的狠角色 居然比可力和宵宫的人气还高 这以后要是洗白禁卡池 流水绝对低不了 接下来是托马 星海 雷泽 大家注意看这 哥哥的排名竟然比妹妹的高这么多 这绝对跟国内的情况相反 想当初开服 身边的好友基本都是妹妹党 像老黑这样的哥哥党 那绝对是凤毛麟角的极少数 然后就到了久违的戴因斯雷布了 人送外号南派蒙 这位陪妹妹游历七国的大号应急食品 自从1.0版本一别后 就再无音讯 话说原神的主线应该是找妹妹和探索 凯瑞亚古国灭亡的原因吧 现在都2.4版本了 怎么感觉离主线越来越远了呢 这位迷运人消失了这么久 也该出来露个脸了吧 只未来的2.5版本 不过深刻的人气也太低迷了吧 甚至不如罗沙利亚和迪奥娜 好歹是本期的人气剧情女主啊 都快垫底了 是要弄哪样 那最后就是一些大饼角色了 因为还没出 所以人气暂时低迷了点 老黑最关注的就是克莱 当初老米的官方漫画 对这位绅士惨淡的少女啊 刻画的着实不少 而且这也是虚拟的引路人之一 相信在不久的未来 大家一定能见到她的登场 那好的 视频制作不易 还望各位大佬点赞三连 那咱们有缘下期再见 拜拜